大家好,这里是单身女子在中国,我是你们的西西。 这是一个如丝绸般柔软的清晨,天空的颜色温暖而宁静,充满了希望的诺言。 熙熙攘攘的人流涌动在街头,形成一幅充满生活色彩的画面。 我拿起手机,打开了这个通往世界的小窗口,准备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寻找一些轻松愉快的东西。 我没有预料到的是,我遇到了一件让我大为震惊的事情。 在那晚的评论区里,我看到了一名美丽的女性正自豪地展示她的离婚证书。 这名女性如同一只美丽的蝴蝶,脱离了她原先束缚自己的茧,重新恢复了自由。 然而,让我难以接受的是,她离婚的原因居然只是因为她的前夫忘记关卫生间的门。 我心中顿时感到一阵惋惜,那个男人可能只是一个稍微粗心的人, 但这并不足以否定她作为一个好丈夫的可能。 我继续翻看评论,一些留言让我大跌眼镜。 有的人赞同那名女性的行为,称赞她的勇气,支持她的决定。 我无法理解,为什么现在的社会风气会如此扭曲, 把离婚视为一种解脱,把失败的婚姻当作一种勋章。 婚姻本应是爱情的延续,是两个人相互承诺的温馨家园。 然而现在,婚姻的意义似乎已经被扭曲,变成了一种可以随时抛弃的商品。 在这个充满了冷嘲热讽和绩效的评论区, 我忍不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。 我告诫那些因为一点小事就选择离婚的人,生活并非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 人生如一条长河,会有平静的流水,也会有汹涌的洪流, 你不能因为短暂的困扰就选择放弃。 然而,我的言论并没有得到理解。 那名女性以一种极为恶劣的语言对我进行了攻击。 我无法理解,为什么她对于一个陌生人的意见会如此敏感。 我打开她的个人主页,看到她的视频充满了肤浅的自我展示和对外界的挑衅。 她似乎忘记了,作为一个成熟的女性, 她应该有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底线, 而不是仅仅依靠外表和男人的赞扬来获得满足。 我看着这个屏幕上的小世界,感到一种深深的沮丧。 原来,现在的社会,婚姻已经不再是人们期待的那种美好, 而是一种可以随时更换的消费品。 我无法接受这种观念, 因为我相信,婚姻应该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, 是人们彼此之间的一种深深的承诺。 我希望那些在婚姻中遇到困难的人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问题, 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就放弃了原本的承诺。 我希望他们能够明白,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短处, 只有相互理解和包容, 才能真正地过上幸福的生活。 我也希望那些选择离婚的人能够有所自行, 明白离婚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, 更不是一种可以随意展示的勋章。 最后, 我希望那些因为过于看重物质条件而忽视了爱情的人, 能够回归到真实的自我, 去寻找那个真正属于他们的幸福。 我希望以朋友的口吻告诉他们, 作为一位女性的角度, 向你表达我内心的思考。 也许我不能完全理解你目前的处境, 你面临的困扰和疑惑, 但我相信我们都是希望追求幸福和满足的人, 我们都有权利去寻求自己的快乐和满足。 在我眼中, 婚姻是一种艰难的探索, 是一种需要不断调整和妥协的过程。 有时, 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些小事情而感到困扰, 感到厌烦, 甚至感到愤怒,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放弃, 就应该逃避。 相反, 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地去理解对方, 去适应对方, 去寻找一种能让我们和伴侣都感到满意的解决方案。 我理解你现在可能会觉得无助和迷茫, 可能会觉得自己无法承受这种压力和困扰, 但我想告诉你, 你并不孤单, 你并不无助。 你有能力去处理这些问题, 你有能力去找到解决的办法。 我希望你能尽量保持冷静和理智, 去看待这些问题。 我知道这可能会很困难, 但我相信, 只有这样, 你才能清楚地看到问题的实质, 才能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。 我并不是在鼓励你忍受不公平的待遇, 我也并不是在鼓励你默默承受伤害。 我只是希望你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需求, 能明白自己的感受, 能勇敢地去表达自己的想法。 在这个过程中,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, 你可能会感到疲倦和困惑。 但请记住, 每一个困难, 每一个挫折, 都是你成长的机会, 都是你学习的机会。 我希望你能坚持下去, 我希望你能勇敢地去面对自己的困扰, 去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。 我相信, 只要你有足够的决心, 足够的勇气, 你就一定能够战胜这些困难, 找到自己的幸福。 婚姻并不是一个终点, 而是一个起点。 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, 是我们人生的一种体验。 在婚姻中, 我们可以学习到许多东西, 可以体验到许多的快乐和满足。 我希望你能坚持下去, 我希望你能勇敢地去面对自己的困扰, 去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。 我相信, 只要你有足够的决心, 足够的勇气, 你就一定能够战胜这些困难, 找到自己的幸福。 但记住, 你的幸福不是别人赠予的, 而是你自己争取的。 你有权利去追求自己的幸福, 你有权利去实现自己的梦想。 只要你有决心, 有勇气, 你就一定能够实现你的梦想, 找到你的幸福。 我希望你能明白, 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, 这一切都不是你的责任。 你有权利去追求自己的幸福, 你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。 只要你有决心, 有勇气, 你就一定能够实现你的梦想, 找到你的幸福。 请记住, 你是一个值得被爱, 值得被尊重的人。 你有自己的价值, 你有自己的梦想, 你有自己的追求。 不管你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, 我都会支持你, 我都会尊重你。 最后, 我希望你能明白, 你并不孤单, 你并不无助。 你有我们, 你有你的朋友, 你有你的家人, 你有你的支持者。 我们都会站在你的身边, 为你加油, 为你鼓励。 所以, 请不要放弃, 不要灰心。 只要你有足够的决心, 足够的勇气, 你就一定能够找到你的幸福, 实现你的梦想。 好了,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 我是西西, 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感谢大家的观看。